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 是新竹县竹东镇的原山里 过去三百年来 原山里一直是大新竹地区的主要米仓 一直到现在 原山里聚落都保有传统的农业文化以及生产机能 不过在去年四月份的时候 原山路上却盖起了一间这样的铁皮屋 一直到今年二月份 当地居民才知道这是一间污泥处理厂 为什么政府和厂商要在这里设厂 却没有跟当地居民进行沟通 也没有充分说明污泥的来源成分 以及可能产生的危害 为了守护家园呢 居民就在污泥厂的前方盖起了货归屋 他们已经驻守一整个月了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整个事件以及他们的处境 七十八岁的彭新妹 生平第一次走进县政府 就是要抗议绿洲污泥处理厂 讲得眼泪直流情绪激动 农民陈洪荣只希望坐在上位的大官们 能为百姓主持公道 当以科技公司为名的绿洲污泥处理厂 设置在新竹县投前西畔的农村时 有谁能告诉农民 他们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大概有毒的污泥厂 在盐山里的水源头里面 大家然后我们的里面 大家都反对 一个一个进来叫做群聚效应 所以以后下原山 因为他就另外的工厂来讲说 为什么绿洲可以我批 那我们抗争不完 这一个一定要把它挡住 为什么从设厂到现在 你快要一两年的时间 坦白讲所有的资料 不曾送到我正工作来 你长长两天真偏偏偏偏偏 跳在桌的时间了 你无条路 刚不完农历年 应该是春回大地的美好季节 可是新竹县竹东镇 原山里的居民们 却笑不出来 因为他们的村庄 来了一个恶邻居 绿洲污泥处理厂 3月17日这一天 已经是农民第三次 到新竹县政府成情抗议 不能堆置污泥 所以这个怎么可以 核准设立污泥厂 怎么可以 你现在开始怎么说 他围起来在里面堆 他讲这什么话 他整个区域也是水 凉水只跑过去 怎么一块区域围起来 那个厂里面堆置 原山里是新竹县的 凉植米生产区 也是竹东镇的主要米仓 因为这里位于头前西畔 有良好的冲击土 也有山泉和溪水 共购的水增系统 好 在这水的话 ixo生的后抱他 那水 这水 注度 上面会zhen 话 这水就是会 greens 那就是会 Geor士华 原山里的农地才刚种下新洋 鹅卵石构成的果坎 田梗上的竹林绿梨 是陈红荣祖父在田地上留下的心血见证 这片面积四分大的稻田 对陈红荣来说是长大成家的地方 也是以后要渡过余生的归根之地 可是一年前离陈红荣的稻田500公尺处 却出现一栋绿色铁皮屋 这栋检疫建筑从民国97年4月开始新建 当时居民并不知道有何用途 直到98年2月 工厂开始是运转 厂内烟囱排出异味黑烟 居民才猛然惊觉 设立在身边的竟然是绿洲污泥处理厂 我刚才是养残的动态 我们在六天早晨 我们在讨厌之后 收割未免而已 要做不到 所以我们在天啊 改名啊 我们在推翻神啊 有机米啊 它起先的时候 它运转的时候 轰 是黑烟 黑烟出来 那个一下子那个风啊 不该啊 那空气就是有点酸酸的 就这样酸酸的 污泥厂排出的烟 以及制成中可能渗出的废水 都是造成居民害怕的原因 虽然污泥厂出面说明 但是居民还是不相信 因为在设厂过程中 所有人都被蒙在鼓里 而且未来工厂正式运作后 污泥会从哪里运来 成分有哪些 对人体是否有危害 这些重要的资讯 居民根本一无所知 在烘干的过程当中 它会有悬浮粒子 硫化物会在烟道里面 那烟道里面呢 我们所有排的烟 我们都经过水去把它洗 在洗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把上述这些悬浮粒子啊 或者是硫化物啊 淡氧化物啊这一些的 就把它洗下来 洗下来 那我排出去的烟 大概就是一个水蒸气 占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在污水住到地下去啊 开深水井啊 你们可以到时候叫开花啊 挖来看啊 昨天盖那个铁皮屋的时候 有看到啊 他知道哪个地方 我就知道啦 我不确定哪个地方 就以前的RCA跟那个 菲利普还有那个阳梅那个 荣民工程 荣民化工那些的翻板啊 把那个污水注到地下去啊 更让人担心的是 污泥厂围墙紧临的 是原山里的灌溉水 下原山墩和青窝皮墩 而大新竹地区居民的饮用水 就有一部分是来自这些水墩 只要我们的水流到那个 自来水藏 新竹县啊 关东桥啦 竹北啦 全部都知道 都有知道 他们都不知道这个消息啦 走开我们下面的一个 耳仪上讲的 阿伯讲的 一铺石啊 就水挑战啦 给我们大家闻啦 基本上这个一个民生园 是属于一个大新竹地区 所以这边的一个水质 它扮演的 相当吃重的一个角色 你假如上游 一有污染的话 这个就是整个都 这个肮脏的水质 吃进我们的一个部署 原山里属于 投钱锡自来水水质水量保护区 依自来水法规定 连养猪养鸭养鸡都不行 但是新竹县政府却合法发照 允许绿洲污泥处理厂 不需要经过环平 不需要召开公厅会 获得居民同意 就可以在原山里落脚 新竹县政府解释 污泥厂申报的月处理量 是4992公吨 没有到达环平法规定的5000公吨 所以免坐环平 可是原山居民却不这么想 为了赶走污泥厂 他们从3月1日起 每天不分日夜 在污泥厂对面驻守 不让污泥厂车辆进出 看来人多辛苦 前里都在动员 你知道吗 每天都这样 年中又出来 年中又出来吗 又可能吗 来可能了 年中 走汹压厕所上 在特中部 上安山 还安山把共 他都绝对不会设立 结果一个年后 他就载这个东西来 抗议布条挂在大马路边 布条上的口号 一次一次在居民心中呐喊着 团结一心的居民 成功攤晃污泥厂 加上年底大选 即将来到的政治压力 新竹县政府不得不出面 由县长郑永金 在3月23日 亲自召开协调会 按照规定他来申请 公务员不给他 公务员也堵职 所以公务员是难为 我还是要拜托 董事长总经理 能够帮忙 那我也请环保局 因为你的机器买的 不可能会不做 你找到点 最好是能够跟地方沟通 因为那个地方 是属于空旷区域 因为空气品是非常非常好 没有什么外来的味道出来 只要有其他一种异性的味道 一闻到的话 就好像是自有毒或是自有害 我们是要签厂 我们不是要停止营业 我们要签到 其他的地方去做 那所以我们要找土地 我们会把我们的机具 搬运到那里 这个需要有时间 我没有办法 现在就答应你们说 我什么时候可以拆迁完毕 看起来污泥厂的确合法 县政府也是依法行事 可是为什么资讯不公开 人民的生命财产 也没有受到保障 在原山居民的坚持下 污泥厂允诺并立下声明书 在3月31日前 将厂内580公吨污泥处理完毕 然后在4月5日 以水泥封住工厂大门 并在12月20日前 完成签厂工作 我是建议他说 把动力电 动力电下掉 人装用的签厂 比较300万 就把人装进去 对 他绝对是有潜力 对啊 但是人装 这种各种机会错误 全部讲床上去 对啊 所以这些北上 讲一下这些北上 没有人有办法 很软聋 你没有了解 了解这些时间 应该就用这些 基本上要签厂的东西 基本上要搞的 藏着签厂 没有签厂 应该就算了 用签厂 签厂啊 签厂我用签厂 签厂不用 签厂的 要用签厂不用 这些东西 要签厂不来 你也要去 你也要去 去买签厂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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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买签厂啊 对啊 你也要去买签厂啊 对啊 对啊 去买签厂啊 这个买签厂 你也要去买签厂啊 过去的老农却越来越少。 对原山人来讲, 以抗争来保护家园是第一步, 用设造来重整家园,建立愿景, 势必是更重要的漫长道路。 提心吊胆的生活, 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活, 每天就一直往那边看它有没有运转, 就是这样子, 你看到有生活很辛苦, 你一天不移走的话, 很恐慌啊,会继续提心吊胆。 假如这边有做一个社区营造的活动的话, 这个东西是不可能进来的, 就是因为没有社区意识, 没有这个环保的概念, 所以就很容易让不好的东西, 大大大就跑进来, 跑进来之后呢,老百姓就进往是错了。 红色七个大字, 幸福快乐新竹县, 就挂在县政府的门楣上, 黄色布条上的七个小字, 反对污泥厂设置, 就绑在原山人的额头上。 民国98年12月20日, 是绿洲污泥处理厂签厂的期限, 也是郑永金担任新竹县长的最后一天, 现在的原山人, 只能等着绿洲污泥厂离开的那个时候。 至于所谓程序合法的绿洲污泥处理厂, 将会迁到哪里, 是不是会造成下一个聚落的抗争, 会不会有引起污染的疑虑, 似乎已经没有人关心了。 从白天到晚上, 当地居民已轮流的方式, 始终坚持在这里驻守, 可是能够保护农业, 守住农村, 能够撑得过去的老农民是越来越少了。 目前, 这间污泥处理厂已经签下了签厂声明书, 可是真的会如期签厂吗? 就算签了厂, 又会在哪里另起炉灶呢? 类似这样的废弃物处理工厂, 如果没有经过严谨的环境想评估, 没有充分的资讯公开, 没有公共讨论, 没有办法取得居民的信赖, 势必会引起一场又一场的抗争行动。 谢谢你今天的收看, 我们的岛将持续关心台湾的环境土地, 下周一晚间十点, 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